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不用看任何点位 新手也能一把轻松入库的倒车入库技巧 首先我们要找到我们要停的车位 把车子尽量往这个车位线靠 即使离得太远没有贴得太近 也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把车子往车位线这里一停 停的太前太后或者刚好都没有关系 然后我们往左打死方向盘 往前开 当我们的车身和咱们的这个车位线 乘45度角的时候 我们往右打死方向盘往后倒 因为我们前面的无所谓 它只会出现三种结果 第一种 那么就是我们能一把轻松入库 那么如果是出现第二种情况 我们挂倒档以后 把车子往后倒 在后视镜中看到 一面能看到车位线了 另一面还看不到后面车辆的车头 遇到这种情况 我们把方向盘回正往前开 然后我们再往右打死 往后退 适当的修方向盘 我们也能一把轻松入库 那么第三种话 那么我们左侧的后视镜 能看到后面的车头了 但是我们的右侧后视镜 感觉我们离后面的车辆特别近 那么一到这种情况 我们把我们的方向盘回正 往后退 只要我们的后车轮 过了咱们的后方障碍物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方向盘 往右打死 继续往后退 这样好 我们也是一把轻松入库 如果这个倒车入库技巧 对你开车有一点点帮助 那么记得帮我点赞 关注以及分享 今天视频就到这里 拜拜